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支锡棒大幅震动 其他锡棒没有反应 设定正弦波的频率为6.4Hz 第三支锡棒大幅震动 其他锡棒没有反应 设定正弦波的频率为5.2Hz 第四支锡棒大幅震动 其他锡棒没有反应 在龙喜单元中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共振现象 每个物体都有其自然频率 当外力的频率等于物体的自然频率时 物体会产生大幅度的震动 这种现象成为共振 在刚才的演示中 当震荡器的频率等于其中一支锡棒的自然频率时 该支锡棒会产生共振 其他锡棒没有反应 从刚才的演示 可以看出 锡棒越短 自然频率越高 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 锡棒自然频率与长度的关系 我们将锡棒横着看 锡棒左端固定于基座 右端为自由端 在某一个时刻 震荡器产生一个波峰 波峰向右传递到自由端 对自由端施加向上作用力 因此反射波仍然为波峰 反射波峰传递到固定端 对固定端施加向上作用力 固定端对波峰施加向下反作用力 因此波峰反射成为波峰 反射波峰向右传递到自由端 对自由端施加向下作用力 因此反射仍然为波峰 反射波峰向左传递到固定端 对固定端施加向下作用力 固定端对波峰施加向下作用力 因此波峰反射成为波峰 在这个时候 如果震荡器再产生一个新的波峰 新的波峰会和反射波峰互相加强 产生一个更高的波峰 细棒会大幅震动 这就是我们在龙喜单元中所说的共振 从以上分析可知 细棒大幅震动的条件是 波峰在细棒上来回两次 所需的时间 必须等于震荡器周期的整数倍 也就是4倍的L除以V 必须等于N乘上T 其中L是细棒的长度 V是波数 T是震荡器周期 N是整数 请同学注意 波峰在细棒来回一次反射成为波谷 如果在这个时候 震荡器产生一个新的波峰 新的波峰会和反射波谷互相抵消 细棒不会震动 所以波峰在细棒来回一次所需的时间 不可以等于震荡器周期的整数倍 也就是说 2倍的L除以V 不可以等于震荡器周期的整数倍 因此在一式中 N 必须是奇数 由一式我们可以得到细棒的自然频率 等于NV除以4倍的L 每一个频率对应到一个震荡震动模式 N等于1的频率成为基频 N大于1的频率成为倍频 波长等于4倍的L除以N 在机频震动模式 细棒的长度L等于4分之1波长 接下来我们说明细棒上各点位移 与时间的关系 T等于零时刻 4分之1周期 2分之1周期 4分之3周期 1周期 西棒上各点都在原地震动 波动不会向外传递 这就是我们在共振助波 以及唱歌棒单元中介绍的助波 简单地说 震荡器产生的波动 以及自由端反射的波动 振幅频率相同 方向相反 干涉后产生助波 助波被局限在细棒上 因此只有满足共振条件的助波 才可存在 同学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共振助波 可以到海洋大学网站 观赏物理开放课程 首先进入海洋大学首页 然后点选学习移构网 进入播客行动学习系统 点选物理 即可观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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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